针对谢国良提出的青年环保电动车政策 金融市长林又昌直言是欺骗选民的八大票 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记得谢国良所提的证件是要免费送年轻人狗狗楼 怎么这样现在又变缩水了 我觉得这个证件一直变一直变 其实就是一种欺骗 那从财政的纪律法 还有包括预算法的相关的规定 这个没有预算是不能 没有这个裁员的话是不能变预算的 那这个不管是它降到多少钱 其实金融市根本就没有这一笔裁员 那没有裁员你就不可能来执行 另外是我觉得这张 这个证件应该是这个有史以来 包括现在各县市 所有县市长在提的证件里面 最离谱而且最把辣的一条 柳昌进一步强调他花了八年大幅降低金融市负债 不能这样随意挥霍 我好不容易把金融的债务减下来 而且在明年金融市的财政从第四个等级提升为第三级 我存下来的钱不是跟你这样乱花的 我存下来的钱我减少的负债是要来做金融其他更重大的一个建设 跟投资 那这样子的一个挥霍 我觉得不是金融之福 代表民进党参选金融市长的立法员蔡世英也痛批对手的电动车政策是一种欺骗 金融年轻人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邻近的周遭的县市比金融财政更好的县市 为什么不编不做这个政策呢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一个不可行的政策 这是一个骗选票的政策 所以其他的县市 即便是国民党执政的 他也不会编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预算 因为这是依法不合 也违反了预算法相关的规定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用这样的方式 那他自己也当过民意代表 所以司令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根本不是无知不知道 是他有意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诈骗年轻人 金融的年轻人有这么好被骗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对手的批评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也提出说明并强调 一定会让青年电动车计划实现 以减轻金融年轻人的负担 并打造金融成为一个志工的城市 我们这个电动环保机车的政策 不是针对某一个厂牌 我们的目的是要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然后让年轻人多做一些公益 我们一开始早就预估 我们四年就是会编列15亿的预算 所以有人说25亿45亿都是混淆四丁 我们四年就是编列15亿总数的预算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做到 而且基隆市每年就是有200亿左右的财政预算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它 请大家放心 那我们的对手批评的同时 也要请问你为了年轻人具体做了什么 只会批评的人 不会替年轻人去思考做事的人 这样子年轻人也不会接受 也不会肯定 谢国梁竞选办公室方面也发出五点声明 并反击当初说金融轻轨2022年 通车才是拔大票 批评对手在指责别人的同时 应该先检讨自己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